我們再來看一下Google文件還有幾個比較特殊的 第一個叫做線上表單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各位有沒有填過很多課程都要填問卷 請問你填資本的還是填學校 因為有的學校也有平台讓你專門 比如說像現在各位如果你去上課的話 有修老師的課應該都會有做一個評量 對不對 除了老師給同學評成績 同學也可以評老師的那個嘛 上課的情形 所以應該這個都應該都是線上填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 比如說你的專題也好 你們要做一些問卷調查 或者是你在外面的 你要請同學幫忙做問卷調查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那我這裡剛剛那個文件呢 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表單 我現在上完課 因為這個是最近在中興大學推廣中興的 上完了 然後我就問一下姓名 性別 對不對 這個是練習的 那這裡面如果他有填 我看一下即時表單在這裡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所以有辦法 比如說我跟某個選項 這樣跳地幾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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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比如說你可能 比如說如果 我們常常問卷調查最簡單的就會是什麼 如果你的答案是1 請你繼續回答 如果答案是2 請掉到第幾題 有沒有 他自己跳頁 他有分頁的功能 他自己 對對對 你可以自己分區段 分不同的頁 就是如果是這一題就跳哪一題 卡丸就直接跳哪一題 可以 這個他可以做得到喔 新版的都OK 那可以像這樣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去看 有一個人回覆了有沒有 那我找另外一個有統計的給你看 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現在比較單純喔 就是填上那個姓名 然後呢 問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單純一點 上過什麼內容 然後呢 這裡 問答的 對不對 再加上什麼 我現在上課基本上 平常成績都是同學自貧 蛤 你們沒有這種權利嗎 沒有享受過自貧 不要自貧就好了 自貧可以 自貧 當然啊 自貧自己啊 對不對 老師其中其末占60嘛 然後呢 自貧占40%啊 可是你平常是老師這樣有點幫你翻掉 不會啊 不會啊 怎麼會 對啊 所以我都有自貧啊 像這個我都有規定啊 自貧不能低於65分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像這樣好了齁 對啊 你可以平常 那你看喔 我回到這邊來 有同學都填完了 對不對 這邊你看 回應有幾份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30份 對不對 那你要看結果 很簡單 你如果是紙本的 是不是要自己統計 那邊算 很累呢 所以我就直接看那個就好了齁 看摘要就好了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我上課的哪些內容 同學比較喜歡 有沒有百分比就統計好了 他直接幫你做統計啊 事實上這個表單就是等於是一個叫e-sale 對不對 e-sale也可以做這件事情嘛 齁那 但是最大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有沒有 自己去弄 所以有些人也把這個當作是一個線上報名表 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如果有辦活動 那我要給同學線上報名對不對 可是你又沒有去外面租空間 怎麼辦 直接用這個做啊 有人報名的 就會秀在上面 那下面這個什麼 那個就不方便給各位看啦齁 只有看上面 又打勾的 對不對 多選單選都一樣 反正哪些 佔多少比例 多少人選 就從這邊就知道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他基本上 事實上就是一個e-sale 那這一段我先不錄 我給你看 不會啦 那個還好啦 看你啊 看你要哪一種改變啊 到底是有新增的時候 還是有變更的時候啊 所以這個 算是Google比較特殊的一個應用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完全 對不對 如果你有登錄的話 你可以重新 如果你有開放那個回應 有沒有 可以編輯 使用者可以重新編輯回應 假設他有登錄啦 那如果沒有登錄 那就是進來就進來 你不知道那是誰點的 好 那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他能不能做就是 插入比如說 我選了A 然後就要 繼續回答 選了B就跳到哪一題 有沒有 好我們常會的 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做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比如說 我們編輯 他使用上還蠻方便的 可以直接複製齁 那我 假設我就來編輯一個 好你可以往下看齁 這裡 如果現在這個是核取方塊 如果現在這個是核取方塊 看一下 這裡 我們用單選的齁 單選的 完成B選 在這裡 單選的就會有這個題目 根據什麼 答案嘛 前往相關頁面 如果你回答的是A 就去哪一頁 如果是B 就去哪一頁 如果你看我把它勾起來 這裡我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叫前往下頁 或前往哪一個主題 那這個地方呢 到底怎麼增加 可以從上面 你可以增加所謂的分頁 或區段標題 那這樣它就可以 序格開來 也就是說你的 還是Esser的欄位 可是它在舔的時候 就不用 一定要造成這個順序舔 它可以跳著舔 然後如果你有答A 就到繼續 那答B 可能就跳到第幾題 繼續回答 前面那些它可以空開 所以 它雖然沒有辦法做一般 比如說像我們 比較 比較正式的 像一些論文的那種 調查報告 但是它在基本的這種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基本的 它現在使用上 功能上還算蠻方便的 而且 其實像我們現在 很多那個問卷調查 很多是用什麼 用這種 有沒有叫你用數字表示 12345啊 1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2對不對 那還尚可 然後在這種 滿意非常滿意嘛 就是用數字代表 它上面也有 那麼如果你希望 比如說你是報名 要填寫那個 日期或時間 這邊也都有 是一個 比較特殊一點的 比較特殊一點的 線上服務 給各位參考一下